這個事情其實 今天好幾個都有深入了解的 專家在這邊 我只跟大家講一個大概就是說 選舉到了 候選人他會被很多人去檢視 我也覺得應該被檢視 可是檢視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用一樣的標準 去面對每一個參選人 今天韓國瑜被影射 指控 他有不法跟特權 跟之前的內湖的房子 我的態度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不知道韓國瑜 過去的每一天 是不是有做過什麼事情 你認識他 但是或許他有做過什麼事情 但你要指控別人不法或特權的時候 你得拿出證據來 我分兩段來講 一個是1998年之前 一個是1998年之後 我們先講之前就好了 當韓國昌第一時間出來 講了這件事情 第一天暗示說 來 我要開始弄你了 然後你準備要接招 馬上再出現網路上 包含綠黨跟達馬漢將 我還真不想提這兩個粉絲 但是我必須要講為什麼 因為你們根本在捏造 你們在做假的圖 你在告訴大家說 李嘉芬的這個家族 說盜彩殺食 剛剛又這已經講了 現在到底有沒有盜彩 你要講清楚 可是這些懶人包 他不會告訴你那麼多 他直接給你的結論就是盜彩 然後韓國瑜說 1998年的時候 我根本不認識李嘉芬 這句話是怎麼來的 韓國瑜有講嗎 他有講他1998年 然後馬上出來韓濱說 爸 我1998年就出生了 你要看各位觀眾朋友 韓國瑜第一天的 總部發出來的新聞稿的第一行 就是告訴你 韓社長的岳父李日貴先生 過去曾經經營殺食公司 時序早在韓國瑜 認識李嘉芬之前 我現在把時間告訴大家 1979年的時候 李日貴就經營殺食公司了 1979年 當時李嘉芬才高中 他當然還沒有跟李嘉芬結婚 你沒有認識 這跟韓比1996年出生什麼關係 所以倒過來講 你所看到的 你被騙的你的家人知道嗎 你這麼好騙你的家人知道嗎 根本沒有這一句1998年我還不認識你家芬 所以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也不是幫這個粉絲團來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這個事情 你有沒有出來跟大家道歉 這個光是一個這樣的PO文 這個大碼漢戰友7000多個分享 這些人看了以後 你看了以後 對 草包 你就轉傳 可是你的基礎都是錯的 然後你還希望台灣能夠變得更好 沒有事實的認證是沒有辦法 就像什麼 就這樣一樣 也是這個粉絲團 跟你講韓國瑜是共諜 他根本就不是 而且現在的這一個王立強 他已經開始被質疑了 可能他講話基礎都有錯的 但你也直接用肯定講說 你看 不要支持韓國瑜 因為他是 中國大陸幫助他勝選的 這些圖PO在網路上都沒問題 但大家知道嗎 我就不轉傳了 我就講兩個圖 一個是王立強跟你非凡吃飯的 我說那個是不是王立強 結果後來不是香港議員的助理 轉傳的人只是轉PO 他不是做圖的人 兩個新北市的刑警 開車到香山 不知道是苗栗還新竹 香山到底算哪裡 反正新竹苗栗那個地方 9點45分 把他帶到派出所去做 比如問到快12點 11點多 然後說你這尾巴 九方還要起訴 有一個人叫吳宗憲買菸 大家想說城局後面站了一個人 那個人是不是吳宗憲 也是轉PO 立刻設違法警察上門 這幾個圖有沒有 這幾個圖也影響人家選舉 你今天這個確實是錯的 韓國瑜並沒有講 他不認識李嘉芬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韓國瑜認識李嘉芬的時間 之前李日輝1979年 就已經開始經營了 好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1998年之後 後來韓國昌就出示了很多公文 開協調會 那個第一份協調公文裡面還有誰 還有陳威仁 他是主持人 他當過那一支部長 他以前我還特別打電話 去問陳威仁 他說走就已經不去那些事了 不過開協調會很正常 當時省長是宋楚瑜 他這次也是這種參選 大家可以出現一下宋主席 你當時是幫韓國瑜 做了什麼樣的關說 一個民意代表 不管是省議員 縣市議員 立法委員 你開協調會 就等於是不法特權的話 這樣夭壽 現在到底有多少人 有開過協調會的人 全部都要當成是違法跟特權 所以很簡單 開協調會也好 或是韓國瑜的太太的爸爸 在結婚之前就經營上場也好 有問題或是有不法 有特權 都歡迎把它拿出來講 事實上這些資料 我看得也眼都花了 很多所謂的破綻都被人拿出來 就像王立強共同案一樣 可是現在選舉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用這樣子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圖 因為看過一次就好了 那個不要再看了 他已經造成了一些傷害跟傳播了 當然很多人看完以後轉傳了 他不想再接下來聽 事情後來的發展 就像這兩天在講的 所謂的IDCC 當時到底去講 關機場的那個帳號是誰 我們都是用我們的本名 用我們的人在評論寫的文章 都不會逃掉的 可是網路上會出現很多 這圖到底誰做的 這話到底誰弄的 錯誤的傳播不斷的在台灣 在我們中華民國在蔓延 這樣的選舉到最後 我就講一個比較悲觀的結論 萬一韓國瑜最後沒有贏了 韓國瑜制製會服氣這個過程當中 這樣子的 無差別的攻擊跟不斷的謀黑嗎 今天韓國瑜贏了 蔡英文總統制製是誰 台灣的選舉應該是公平公正公開 大家選自己喜歡的 講出你的證件 韓國瑜他禮拜六到禮拜天 講那麼多證件 大家都在扯這個 但你應該去看你今天選的候選人 他的證件是什麼 如果說我不要看他證件 因為他違法 好 那就拿出違法的證明來 你今天沒有違法跟特權的這些東西 只是想說來 我們來互相傷害 那沒有辦法 只好告你 因為只好用這種態度 韓國瑜其實包含了共諜 跟這一次的事情 還有之前的好態 我覺得他的態度都很清楚 就是如果我有不法跟特權 高雄市長如果我接受 大陸的資助 我就不要 網友還講說因為是一塊 因為是2000萬 不是一塊 不要再腦補了 這不是網路用 這是個政治人物 他用他的政治的生命 再跟你對讀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 還要持續的換另外一體 去繼續抹黑 繼續抹黑 我是覺得黃國昌委員 他過去的這些爆料的資料跟經驗 也不是說他講的東西都沒有道理 但今天你看到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這是一個總統參選人 你確實會使他的這個 所謂的意圖使人不當選的狀況發生 如果你今天有辦法確認 你所掌握的 你認為不法的東西 你要拿出來 這個東西是發生在他的岳家 還是他本人 你也要講清楚 你不是把他帝國道在座 弄在一起以後 然後就要去傷害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 這個已經違請律師去提告了 這個事情後續 就看司法調查怎麼樣 最近這兩天 司法調查的結果也有很多 包含了我們終於知道 九二共識不等於一國兩制 我們終於知道 謝謝志中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 我是覺得說選舉是要選出 我們國家未來的領導人 不是在那邊講說 如果誰當選我們就會密網 怎麼樣就會怎麼樣 都用恐懼去影響我們的 每一個人 包含連民調都一樣 包含連這個 如果我要支持誰 都可能會因為這樣 我剛剛所講的就是個例子 同樣貼了對韓國瑜選情 不利的訊息 沒事 但是你知道貼一個說 後面是吳宗憲嗎 那個人是王立強嗎 立刻警察就社會法上門 這樣子的執法是不是已經到了 要靜若寒蟬 讓人民感受恐懼 不能講話的一個程度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對這件事情起疑 是因為黃國昌在臉書公布了 這一份經濟部的公文 各位可以請看 這一份是民國91年4月18日 公文號6990的這一份公文 黃國昌當時就抓著 違規開發這四個字大作文章 可是我看到這份公文 我就開始起疑 因為這份公文 其實是經濟部同意 農木用地變更為 礦業用地的同意涵 如果李家的大通沙石行 真的是倒採沙石 經濟部怎麼會同意呢 而且民國91年 這個時候是貶政府執政 怎麼會讓國民黨的立委 去關說就同意了這一份呢 所以因為這樣的起疑 我就開始追查 我當時其實就先上了Google 這是Google的衛星的地圖 各位請看 這件故事的脈絡是怎麼樣 黃國昌一開始在臉書 貼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他講了一個很長的故事 說中沙大橋 因為這些業者倒採沙石 所以橋墩裸露 造成了當地的破壞 而且這些業者 不法業者謀取暴力 可是各位請看 畫面中這個紅色圈起來 這塊三角形這個地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爭議的這個浮腹地 這是李家的大通沙石行 使用的這個地方 黃國昌說的這個 中沙大橋在哪裡 在整個這個圖的畫面外 東邊的再東邊 根本就不在這個畫面裡面 這一座最近的橋叫西羅大橋 中沙大橋根本跟李家的 大通沙石行沒有關係 但是黃國昌講這麼長的故事 他就在影射說 你李家倒採沙石 好 那黃國昌要怎麼影射 他說李家根據黃國昌的說法 他透過韓國瑜當立委去觀說 蓋了上面這一條的新堤防 原本舊堤防是下面彎下來這一條 另外又蓋了一條新堤防 導致了這一塊地被圈起來 給了李家來倒採沙石 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你一查衛星地圖就看 現在Google的功能 你可以查這個衛星地圖 這20幾年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的是 是濁水溪的河道 確實這2、30年來 是逐漸的往後退的 而且這一條新的堤防 也不是只有李家的這一小段 扶腹地 而是從這邊一整條 沿著這個大橋路 一直一直這樣子 多年來興建過來 甚至包括後來的這位 民進黨籍的李中理政長 他來找韓國瑜陳情 他也是在講這一段 到這一段的堤防 要繼續的這樣蓋下去 為了要保護當地沿岸居民的安全 你在1998年的地方議員選舉 也就是李家芬選議員的 那一次選舉的公報上 你也可以看到不分藍綠的議員 都提出了蓋堤防的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政見 但是在黃國昌的說法中 就變成了韓國瑜一張公文 就可以讓河道退後 他不是立委 這叫河神 他叫河神 還有取親 然後黃國昌說 因為韓國瑜的官說 所以蓋了這一條新的堤防 然後把這個地給圈起來 給李家用 但是問題在於 我剛剛說了 經濟部的公文裡面 寫的是 是同意這個塊地變成礦業用地 如果李家真的是倒彩沙石 怎麼經濟部會同意呢 所以我就真的繼續去追查下去 我發現這個其實是從民國 84年開始就有這個 濁水溪沙石採取 整體管理改善計畫 這個是給業者的委託書 這個委託書是根據什麼 根據民國84年 省長視察濁水溪 當時的省政府的省長 就是宋楚瑜先生 他視察濁水溪 以及做出了這個省政會議的決議 來決定做這個濁水溪沙石採取 整體管理改善計畫 也就是說他把這些合法的 我要強調 合法的沙石業者找過來 大家一起為公共建設 蘇峻河川來做努力 這就是剛才螢幕CG上寫講的 這個完全就是合法的業者 在配合地方政府 做的這個公共建設 所以也就是說 這些堤防跟這一些沙石開採 都是在合法 而且是民國84年 甚至更早以前 就是一個非常長年的地方問題 怎麼會到民國87年 韓國瑜一張公文 開了一個協調會 就變成韓國瑜特權的官說 蓋了一條新的堤防 然後把地圈起來 給李嘉稻財沙石 所以在這今天 我們要問黃國昌委員 請問你到底要不要 繼續指控李嘉稻財沙石 我相信你不敢講 因為你講了這麼長的故事 你都是用影射 但是我們這些證據 全部都攤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 合法開採的計畫 但是在你口中 就變成特權官說 你也知道 因為你講李嘉稻財沙石 這個真的會被告 現在韓辦也去提告了 黃國昌你竟然要嗆說 在法庭上公斬人的對決 我就請你 你現在不如就說清楚 你也不要拿什麼偵查不公開 這個地方當擋箭牌 黃國昌請你說清楚 你到底要不要 繼續指控李嘉稻財沙石 好 我們在想說 這個違規開發是什麼 經濟部在91年的同意 這違規開發是什麼 對 到底違規了什麼 他的違規其實就只是 李嘉在這一塊三角的地上 放置了機具 不是去給他亂挖就對了 不是去亂挖 這個要講清楚 我用一個非常淺白的一個比喻 今天你指控人家違規停車 跟竊盜機車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而且違規停車 當地確實有停車的需求 這是一個長年的需求 而且後來政府也同意了 當地這塊空間 變更為合法的停車場 這個同意還已經下來了 只是李嘉的公司 剛好在同一年就已經解散了 所以他根本也沒賺到 從頭到尾也沒有變成停車場 經濟部說好 你之前在我們法治化的過程之中 你堆放了這些機具 你的違規停車這部分 請你繳納一下補償金 請你補繳停車費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請問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選舉已經剩不到40天 你黃國昌這麼大動作 而且很明顯是有人為你資料 來做這樣 來影射總統的候選人 貪污 特權 官說 盜採 謀利 但是結果事情的真相 就只是當年的違規停車 補繳停車費 而且我再強調一次 當年政府是同意該空間 變更為停車場 請問這件事情 真的有必要大動干戈 鬧著全國的媒體 跟著這樣起舞嗎 但是這件事情 已經造成了傷害 所以我覺得今天重點 我覺得真的不是黃國昌 黃國昌的為人我們已經很清楚 他這四年來為人我們非常清楚 我想要知道的是 請問是誰 未給黃國昌這些資料 請問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你這幾年來 你都說要打擊假新聞 但是為什麼現在你的中央部會 去找出這些資料給黃國昌 你自己躲在後面 讓你養的黃國昌 出來潑髒水 這真的是台灣人希望的選舉嗎 還有這樣子的 當年這樣一個沙石業者 近年來因為這些環保團體 環保意識的覺醒 確實我們對沙石業的印象 比較不好 可是當年這些沙石業者 尤其是合法的沙石業者 李日貴當年經營的沙石公司 是合法的沙石公司 他們當年協助來做這些 是配合政府的公共建設 來保護地方居民的安全 你不能夠用今天 我們對沙石業者的汙名化 來看30年前這些沙石業 全部都是違法的 全部都是不法的 全部都是特權關說暴力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非常卑劣的選舉手段 記憶 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